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的鵝仔Angelis 今天因為急病送丸 他的經理人更加說他目前病情嚴重 暫時停止所有工作和社交媒體的更新 鵝仔是一個網紅 ViuTV也曾經找他拍劇和做節目 他小時候看過電影《少林足球》 和《厄虎藏龍》之後 對香港文化產生了好奇 他在塞浦路斯藝術學院畢業 成功考獲倫敦藝術大學 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的資格 但他都放棄讀書 決定來到香港生活和發展